的确我们说中国的包含军工发展 一开始大家说叫做落后 但现在呢告诉大家 这叫做后发优势 有很多大家说的SOP 直接呢很多时候中国大陆 是这样直接跳过 发现这个顺序没有必要 直接跳过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航空母舰 为什么现在呢 这个052D的南宁舰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 人民解放军的海军 人民海军像下饺子一样 未来要航向升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蔡远元你怎么看呢 中国的这个轰6K轰炸机在南海 现在呢海军航行的更远 空军也飞的更远了 而且甚至开到南海说 这个5000公里 连这个飞官都说 这是他这辈子 飞过最远的地方 这个中国现在的局面 刚开始而已 他的新的飞机新的舰 新的战斗训练的人员 刚才以前率将军都有指导过我们说 这个新的船舰 没有这样也磨练个三五年 大概很难上战场 所以中国现在就在训练他的战斗人员 场次的在西太平洋 以及在南海做充分的训练 这些充分的演训 未来累积他们的作战能量 如果你没有作战能量 光那一堆一堆战斗机 一堆船舰意义不大 所以有这么高的一个考验 就美国来讲他们也经常玩这个游戏啊 他打着什么自由航行的口号 就跑到老远好远好远的人家的门口 像刚才你讲的那个什么侦察机 有没有 我们节目一开始在讲的 对啊 P8侦察机也是开到南海去 这是你的领土吗 不是吧 离你家有多远 好远好远啊 所以那中国现在当然没有跑到那个 这个东太平洋去侦察吧 但基本上他在这个南海的部分 演练他自己的军队 这只是刚刚好而已啦 所以不必给他什么 太大的这个什么要求啊等等 这本来他就该做的 他在政治上不断的宣扬说 他对南海有一定的权利 那你的军机你的军舰不在南海活动 整天都看到美国的航空母舰 美国军机活动 这也不对吧 南海其他国家会觉得说 那你嘴巴讲的 跟你那个实际上的动作不符合嘛 何况美国动不动就是自由航行 意思美国的意思是说 到处都是我的天下 简单讲是这样子 那你自己在家门口 你都不自由航行吗 所以中国有这么一个政治上 以及军事上的需要 所以他整天在西太平洋进出 在巴斯海峡进出 在南海进出 对他来讲是理所当然 而且也应该这么做的 何况他现在国力上又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没有把美军侦察机 还完全逼回去 这个任务还不能完成 的确 将军你怎么看呢 尤其是空6K你看飞这么远 然后解放军有一些比较旧的 像刚才这个将军有讲到的像尖漆 尖漆未来可能会变成无人机 这个是非常高明的用法 这个尖漆它有两种用途 飞机可以改成自杀机 就遥控的 那个飞机体积多大 就带炸弹 带炸弹有多大 对不对 那这个飞机就找到 不要去报废啊 拆解啊 就变武器了嘛 也不用丢直接飞下去炸 第二个呢 它就神风啊 第二个飞行员呢 飞行员来超无人机啊 那跟一般训练的超无人机 不一样啊 因为你飞行员有足够的 天上飞行的经验 在这个荧幕上看到任何的变化 比一般人那要清楚得多啊 而且它操控这个仪器的手感 跟开飞机 是不是更加熟练啊 所以它这个人也没有浪费 飞机也没有浪费啊 所以将来可以看到 千七的这个自杀型的 这个神风炸弹飞机 再看到这些超无人机的 超无人机通过电脑 还可以连线的 它一个人可能不止超一架 它要做一个风群式的操控的 面的攻击的话 一个飞行员就可以超 何况这么多退伍的千七 也可能你年纪轻的 你还可以转讯别的飞机 年纪大一点的来玩这个无人机 套句他们四川话很安逸啊 对不对 也不要到天上去挨饿受众的 就在操控室里面 你看它像刚刚这个黄建长讲的 它的无人艇是在大陆操控的 在珠海 珠海啊 还在阿布达比的一个展览 从珠海遥控到阿布达比 所以问题你想想看 这一批的操控手 比我们自己训练的操控手要强 而且中国大陆你看各位 通常这种操控无人机 可能是年轻人 但是没有 中国大陆都是飞过 真的飞过 飞上天的战机的 退训的一些空服员 他们还飞官 所以他们现在还有新的任务 你看为什么刚建长讲 中国人力源源不绝 美国现在人也没有 船也没有 但是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华府智库 华盛顿战争研究所 一个专家叫巴罗斯 他就直接告诉大家了 为什么俄乌战争打不完 很明显啊 因为美国一直给武器啊 哪一些武器呢 我帮大家抓出来了 有一些比较新的 比如说像这次俄乌战争当中 我们看到土耳其制的一个 无人机 TB-2的这个无人机 然后还有就是海马式的无人机 也是在这次的战争当中 扮演蛮关键的角色 建长你怎么看呢 这个专家讲得完全没错 如果不是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 俄罗斯早就打赢了 的确是如此 如果北约不支持乌克兰 乌克兰早就挂了 然后他也说了几样东西 是在俄乌战场 对俄军是大杀利器的 那三样东西都是 其实不对劲作战所在追逐的 就是传统的你不要去想 可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 也是你这上面右边那里的 我非常感兴趣 就是大陆国防 大马力昆在这个东西里面上 他发表了一个 他一个叫做超燃冲压引擎 他们突破的技术 大家可能很不清楚 这个东西什么 他讲了很多东西 我也看不太懂 然后在这个节目 我就看到里面有这东西 我就仔细研究过了 所以我大概这样子讲一下 当初在研发熊山的时候叫超音速 当时我正好在海军总部 我有次跟他们工程师在那聊天 他说这个超音速 因为你的产生的声音 还没有传出去 这个飞机已经 或者飞弹已经过去了 所以声音都在他后面 他会产生音爆 他音爆会造成什么东西呢 会造成这个飞弹的异片 抖动 所以他们一开始 只要超音速 那个抖动的异片 就碎了 那就每一次都失败 他们就一直在想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后来他们突破了 结果是怎么样呢 他们只要在这个异片上面 打些孔 不知道它整片的 在某些地方打些孔 那不是说它在那乱打 它有一个计算公式的 打了这个孔之后 它就很稳定了 这就叫做突破 然后他们就可以做出超音速了 那接着你再来看这个 这个都是几因速 飞到八九马赫的 你知道所有的 不管是飞弹飞机也好 它在天空啊 它什么力量把它往前推的 它的燃烧室有一个燃料 还有一个氧气 或者加氧气什么的 吹氧气 燃烧以后 气力膨胀 爆出去 把你这东西反推过去 对不对 如果你爆炸的这个速度 好比我举个例子 四马赫 把它往前推 可是我现在 载台已经跑到八九马赫了 你怎么办